10月31号星期一 股票市场小跌的局面 道总是跌了128点 跌0.39% 瘦在32732 这是今年10月最后一天 整个10月基本上市场 大约涨了13.9% 是道总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涨了最精彩的一次 SPY跌了29点 跌了0.75% 这个月也涨了7.99% 瘦在3871 NASDA跌了114点 跌了1.03% NASDA表现比较差 整个月就反弹了3.9% 所以道总是 SPY和NASDA在今天分别跌了 0.39% 0.75% 和1.03% 可是在这个月里 道总是涨了13.9% SPY涨了7.99% 然后NASDA只涨了3.9% 欧洲方面 英国今天则0.66% 德国则0.08% 法国负0.1% 欧洲的状况还是不好的 俄乌战争给欧洲带来了 就是普遍的通货膨胀 和能源上升 东西可能非常的不好过 亚洲方面 日本振0.2% 香港振2.85% 中国上海振1.75% 中国的manufactured factory的指数 跌了50之下 算是最近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讯号 代表经济有slow down的现象 债券市场 这几天利息都是上升的 以美国来说 Fedal Reserve在明天后天会开会 一般预计要涨3个quarter 所以美国的四年债券 目前停在4.02% 加拿大3.25% 巴西11.86% 巴西选举的结果 左翼的前总统又重新回来选胜了 所以巴西会有一些证据的变动 墨西哥 四年债券9.8亿 巴西和墨西哥利息都非常的高 德国2.14% 法国2.67% 荷兰2.42% 瑞士1.08% 亚洲方面 日本0.24% 新加坡3.41% 印度7.44% 那么短期债券也都升到4%之上了 英美国来说三个月升到4.01% 六个月4.4% 12个月4.59% 两年4.46% 五年4.21% 十年4.03% 三十年是4.15% Community方面石油 希德的有86块9毛9 布兰特有94块8毛3 Nature gas又上升到6.28% 那么黄金 1641块 小麦873 在目前的市场的状况基本上有几个好的事情有几个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就是 COVID-19在大部分的地方慢慢是逐渐的比较under control 而且致死率在下降 所以欧美大部分国家都慢慢接近了 当然中国为了不同的国情还是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 所以付出的代价就是经济比较实陆当 但是对人口密集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这样的政策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见仁见智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货膨胀在全世界都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通货膨胀很多地方都在接近10 有些地方在8都是最近几十年最严重的 因此大部分的国家都被迫了再加利息 当然通货膨胀较远的原因主要就是大量的印字钞票 Q1的1234所产生的结果 印的钞票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那么现在美国的债务有31兆 但是再多不愁了 目前很少人在谈怎么样的财还的计划 基本上只是在压利息 主要是想把通货膨胀压下来 暂时不考虑什么还债或者债务的问题 不过如果美国的利息不断上升 美元的指数不断上升的话 美元指数下在111.34 前段时间升到最高115 因此强势的美元会把全世界的 游动的资金都吸引来美国 因此欧洲的财务状况 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就会非常的糟 甚至于有些国家有破产的可能性 那么高利息又带来了债务负担 然后弱的货币又有资金逃走的状况 因此对美国来说 强势美元是吸引资金的一个好处 可对世界来说强势美元是一个灾难 那么美元现在对人民币是7块3毛1 不久前其实曾经是6.27左右 美元对日币148.24 美元对欧元1.01 那么美元还是非常的强 在高档震荡 那么利息不断上升的话 就会吸引强势美元 还吸引更多资金来到美国 这是对美国的经济 至少短期是一个好的事情 至少不发资金 但是大约在一两个礼拜前 财政部长越南曾经警告过两次 说长期的美国债券 有liquidation的问题 所谓liquidation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要买美国的长期债券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那为什么不买美国的长期债券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利息上升 债券价格下降 第二个 对长期的美元和长期的美国的国债 没有好的信心 没有好的信心 那么这是不好的事情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好的 是一般来说公司的获利率 今年还是在215块 比去年的205块 还是略微成长 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之下 还有经济的长期不容易的 所以虽然是个位数 些微的成长 但是还是不错的 换算出的p ratio 大约是17左右 那17左右的p ratio 也不是非常严重 比前段时间的p ratio 2023好了很多 市场做了一个30%的discount 30%的discount 那因此如果p ratio 长期的平均是15 16 现在17的话 downside risk就不是非常的大 也许3500点左右就是短线的一个底部 当然长线还要看很多不同的因素 我们不具备预测为了能力 只能告诉大家在这个moment 守住你的资本 不要让钱变少 保本最重要 在保本人员上去生利息 但是生利息要放在正确的地方 不要为了贪利息 把位置放错 我是肖银翔 回电话73 9883888 谢谢 谢谢 了点赞